我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 而言二这次专门坐高铁去武汉参加招聘会 一方面是我当时有收到武汉成建集团的 个线下的面试通知 有看到古大的公众号有发招聘会的消息 我本身是武北人 之后的话是有意义上就是回家发展 所以说这两个月以来 各方面都是往武汉方向投的 最后也就是决定线下来去看一看 总共的话是在武汉待了三天 发销总计算下来可能就是车票比较贵 算下来就是一千多的样子 主要的还是就是去面试 去了参加招聘会 没有去周边玩之类的 当时是比较赶 我是上午参加了成建的面试 参加完马上又赶去招聘会 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有很多摊位就已经收掉了 有一些企业就可能不能够去进行一个投订之类的 就这么前的话 我总共投订了应该是有六七十家吧 我是没有收到offer的 有面试一些 面试过的有六七家 暂时都还没有一个后续的进展 我觉得花就是一千多这次去参加 也还是挺值得的吧 因为用一些企业直接联系到我 跟我进行一个交流之类的 也就是了解到武汉还有别的就是一些企业 我后续还可以进一步的投递之类的